我再也不喝酒了 查了一下大概一年要说多少次再也不喝酒了 不下七八九十天 OK拥有很多喝多经验的留姐 来跟大家分享解酒大把 喝酒之前大家其实就可以做好很多的准备 日本的这一包 睡完了以后不会那么容易醉 第二天不会有特别严重的宿醉感 像韩国喝酒大国来说 很喜欢喝这种morning kale 喝酒之前喝 喝完了以后你的胃会相对来说好一点 毕竟大多数我们还是一个喝酒之后的后悔 前一晚上那种要跟人家放到底的那种 勇气不知道跑去哪里了 第二趴就是喝酒之后如何去解酒 万能解酒方法 蜂蜜水 抗炎的作用保护你的胃 千万不要喝冰的 高温用会破坏蜂蜜的一个营养成分 所以大家可以用温水化开蜂蜜 第三个喝酒圈朋友们知道的一个解酒方法就是 葡萄汁 最近不知道它的原理是什么 百八百重 喝完酒第二天头痛到炸裂的时候 喝下一杯葡萄汁 瞬间 又能够打电话个人说 来咱再干一局 接着同样也是很管用 这里比较推荐的呢 就是盐茶啊 肉桂这里包括是红茶 慢慢的重新去苏醒你的肠胃啊 食道 迫进你的肠子动 最后一感觉 如果大家实在胃很难受的时候 就可以吃这个太甜味散 喝多了胃胀气 胃烧 胃各种难受的时候 喝完它以后 瞬间啊 胃部这个反应就会好很多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 喝高了的第二天 大家一定要勤喝水 长期的处于一个脱水的状态 没有频繁地去上厕所 去重新冲刷尿道的话 很容易引起尿路感染 归根结底酒还是要少喝 切勿贪杯